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4月26日 星期三 當大家在關注盧沙野殺人的時候 中國外交部就跟他割蓋 說這是他自己的個人言論 跟我們的政府無關 不過 盧沙野基本上是 已經踢爆了共產黨 我們已經跟大家做了一節 告訴大家 其實盧沙野所說的就是代表習近平 根本這次 可以說是 法國佬特意設計陷害 特意裝他也好 本身他 說出自己心底話也好 現在他的言論 已經引起整個歐洲 的一個覺醒 新任捷克總統帕維爾 在布魯塞爾跟北約秘書長一起召開記者會 他之前是北約的退休 退役的將領 現在他是當選了捷克的新總統 這個總統跟上一個極為親共的那個不同 那個親共的總統有貪污有成 這個不同 在美國的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al 刊登專訪中就說 不可以信中國會幫烏克蘭滑船 因為他 根本是狼子野心 中國在戰爭之中得到很多利益 根本就不想結束 他一來 要 虛好俄羅斯的角力 一來 就要把北約 和美國 歐洲 擺上桌 其實就希望他們 律旁相爭 遇人得利 遇人就是中國了 好 這個Political雜誌25日報導 中國 是試圖 展現烏克蘭和平剃造者的姿態 這件事是昨天的 近期提出一份模糊的 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路線圖 大多數的西方盟國對於中國的滑船 根本就很有 疑慮了 你究竟是真是假的 但是法國這些國家 堅持中國可以對俄烏談判扮演重要角色 不過 北約總統柏維爾 在這次的訪問之中 他是何不含糊地表示 烏克蘭問題上 中國其實是想賺好處而已 他只會計較中國的利益 根本 是不想滑船 他目的就是想 戰爭繼續打下去 對於這個結論 在歐洲來說 沒有甚麼人 這樣主動提出的 可能因為他是北約的將領 他本身 也是一個將軍 對於戰略對於戰術 他是十分了得的 好了 柏維爾說 他相信 越是拖得來越是符合中共的利益 因為這樣 可以令到俄羅斯 有一點讓步 而北京可以繼續在俄羅斯買到便宜石油 天然氣和其他之餘 交換穆斯科之間無止境的關係 而西方也有可能 換造烏克蘭 從而削弱他們的國力 包括要削弱美國 歐盟 北約的實力 這個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如意宣判 Political指出 柏維爾在專訪中的講話 似乎有先見之明 因為就是他受訪之後幾個小時 法國大使盧沙耶 宣稱前蘇聯加盟共和國 在國際法之中沒有具有實質地位 挑起國際的憤怒 歐洲很多時候都要群起攻擊 歐洲的議會 中共外交部 24日 嘗試跟這番說話切割 但是這件事其實已經揭起了整個歐洲 對於中國不信任 他們知道中國的狼子野心 就在這個大使口中說出來 大家知道 中國這些大使 其實他是不敢亂說話的 他每一句說話都背後是有人撐腰 當然 如果沒有習近平的撐腰 誰敢說一番說話呢 他也是懂得揣摩上意 知道習近平一直有一個蘇聯情意結 一直對於蘇聯解體耿耿於為 好了 他 原來這個帕維爾在 2015-2018年就當北約軍事委員會的主席 即是軍委主席 北約的 他不認為中國對於短期內解決這場戰爭 是真正有心去做 當然是虛情假意的 北京是利用這場戰爭吸取教訓 他每天都在這場 衝突之中學習 他密切注意俄羅斯做甚麼 西方怎麼回應 其實我們之前跟大家分析過 中共看到俄羅斯這樣 竟然全世界的制裁是這樣的 早知道我也打台灣 是不是 又不會停SHIFT 又不會禁運 然後還有法國總統天天天打電話去哄他 這樣原來可以侵略 我也來打台灣 當然 台灣有很多美國利益 也有一個很重要的軍事 軍事的 武器 美國賣了武器給台灣 如果中共輕易得到台灣 那些武器是否落在中共手上 還有半導體 台積電 所以美國是不會給台灣有事 當然 這個也是中共 在這場戰爭之中學到的東西 就是原來我打你們 你們的反應也不會很激動 最多 是不是封鎖我 那我就繼續侵略了 既然侵略竟然不會引來你們的聯軍動手 你美國不敢直接跟我衝突 那我就會打壓台灣 當然 烏克蘭 跟台灣的形勢有點不同 烏克蘭是平地 跟俄羅斯直接接約 人家揮軍侵略的時候 當然很難有遮擋 而台灣有天險 一個海峽 你那麼容易過得去嗎 這麼容易登陸 全世界有登陸能力的國家 不是很多中國 中國絕對不具備這種能力 我們分析一下 當然 這個作為北約的軍委主席 他當然會懂這些東西 但是 很多時候 西方國家 其實太不了解中國 他們 不能夠了解中國是因為他們低估了中國 軍隊的腐敗 跟俄羅斯是一樣的 我們這次看到 盧沙耶 可以說他是 徹底攪獲習近平 魅力外交 習近平最近 又開始騙鬼路 周圍跟人說 我們要跟歐洲搞好關係 我們目的要混合歐洲 我們為甚麼要高規格照待馬克龍 就是我們想分解歐洲和美國關係 當然 當然 這次有一件事 就是誰撐俄羅斯 誰撐死 誰撐死 我們會看到俄羅斯戰爭一場照妖鏡 共和黨裏面有很多人支持 莫斯科 支持普京的 全部都被人唾棄 是不是 本來以為共和黨可以贏了參眾兩院 結果贏了 好了 一場戰爭 將他們 那種 根本 跟正義的關係都沒有 他們只是為了自己 不會說 世界公義 世界公義也不說 我們香港人 大家要懂得思考 在歐洲也看得到了 歐洲的照妖鏡照了哪些妖子出來 照了法國出來 德國 還有一個匈牙利的妖子 然後土耳其 從中賺得到 當然 賺得到 他也還有一點點正義感 因為他知道 這是天下之大不諱 不可以亂來 這場照妖鏡照了很多妖子出來 當然 歐洲跟美國的關係 一直都有很多種 國懷鬼胎 尤其是歐洲國家 他們覺得美國很大 你的出現 令到我們的崛起 令到我們太弱 令到我們 好像做你的馬仔 實際上 人家是保護你 現在德國 不想靠 美國 你不靠美國 靠誰呢 你這個國家也是靠美國扶持的 戰敗國 美國 賺錢出來 搞馬歇爾計劃 整個歐洲援助 歐洲怎麼回事 歐洲的復甦就是靠美國 法國只能够復國 也靠美國 英美聯軍打回去 幫他落敏地登陸 否則法國已經滅了國 被納粹德國 已經消滅了 總統也要流亡 我們看到 德法兩個可以說是最亡因負義的國家 對於美國幫他們 出錢出來幫他們 這兩個 絕對是亡因負義的國家 這次 中共的如意旋盤打不響了 因為法國這個二五國家 在歐洲的影響力大不如前 因為所有的歐洲盟友都看得到 你 首先 錢你沒有 軍事你不是很強 你要靠北約 靠美國的保護 而你 就牙斬斬 專攻獨裁者 凡是獨裁者 你也是奉承 根本 其他的國家就看你不順眼 在歐盟 你是一票 立陶宇也是一票 人家怎會看得起你 人家要 捧也要捧美國 老實說 歐洲 歐盟有兩個大佬 就是法國和德國 現在這兩個大佬 徹底沒有大佬 根本人家都不理睬你 你怎麼跟啊 你大佬 跟你吃屎 有美國不跟跟你 這次 整個歐洲 可以說是徹底醒 以前對中國是有點幻想 這次盧沙耶 我覺得他立了大高 他對於 習近平 在搞微力外交 要分化歐洲的行動 徹底是打破了 所以 這件事是好事來的 紫黑總統 深眸遠慮 高瞻遠足 他 真的看得到 這件事 歐洲的方向當然要跟美國走 不跟美國就要黑米了 你看回 上世紀歷史 跟美國的個個都發達 跟蘇聯的個個都發達 倒向蘇聯的沒有一個友好下場 現在的俄羅斯一樣 誰賣去誰 所以 捷克 換了總統之後 立即 退換骨 以前有葉簡明在搞搞陣 現在沒有了 這次時間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 經濟許可朋友訂閱Patreon 多謝大家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那麼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那麼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 也覺得很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呢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那麼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那麼大家可以向我們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我們都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